歷史文化學堂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帶你認識世代相傳的文化 120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 葉詠詩 見到我的嘉賓主持在這裡 又知道非為令距離又要開始 這個鐘頭都會有鄧家咒博士在這裡 Billy 你好 大家好 就是來自香港市學會的總監 我們一直在說非為的很多不同的題目 我又想請教Billy 相信亦有不少的學校或機構 都有問過這個問題 很多文化或歷史有關的材料 是很豐富的 亦都很值得大家去學習 但如何將它化作教材 即使是適合不同年級的同學 都可以吸收到 以及在教學時用得到 這個也挺難的 難的 因為始終項目多 以及每一種性質也有點不一樣 一般我都會建議可以從一些生活化 可以接觸得到的項目裡面出發 例如節氣 節氣裡面可能跟我們生活上 最基本的衣著 我們的飲食已經有一些明顯的分別 另外有一些是節慶 例如端午節我們會吃種的 中秋節我們除了有月餅 我們都有燈籠的 這些都是我們有機會接觸的 而且不僅是幾百年幾千年的傳統 甚至有一些喝奶茶 或者是我們吃點心 這些都可能是我們比較容易接觸 還有一些比較近期的東西 這些都是一個切入點 我覺得不僅是在學校 譬如老師可以跟同學利用教材去分享 日常生活之中譬如家長或家人 如果遇上小朋友問這些問題 都不妨可以多說一些給他們聽 我記得最近去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旁邊的桌子坐著一個小妹妹 我相信她應該是幼稚園高班 大概一年多 跟爸爸媽媽一起吃飯 坐下的時候她就問了兩個問題 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第一個問題她就問她媽媽 她說媽媽 為什麼糖會有白糖和黑糖 還有一些是啡色糖 為什麼有什麼分別 媽媽又很有心機去解釋給她聽 經過精濟 經過一些漂白的過程 所以就出了不同的顏色 接著她又問爸爸 因為在餐廳 爸爸 奶茶和咖啡有什麼分別 爸爸又很有耐心地跟她解釋 其實茶是用茶葉來沖的 咖啡就是我們要經過種植 有一個咖啡豆 接著我們就要把它磨粉才可以沖 雖然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 她問了兩條看似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家長就很有耐心地 嘗試去解釋給她知道 我覺得這個場面很溫馨 不止溫馨 還是很有知識性 一般我們如果聽到這些題目 你長大就知道 吃吧 喝吧 她知道要精濟 要經過不同的程序 而且是否有這樣去解釋 這個是很好的家庭教育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遇上一些小朋友 他們每次問 或者很好奇的時候 不停問 不停追問 可能都會覺得 哎呀 我沒什麼耐性 你不如遲些再問吧 我們先吃了東西 可能都會這樣的 所以這個也是要看看大家 究竟對於知識的傳遞 對於文化有多重視 在日常的環境的培養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集我們也有兩組同學 就著《非惟》的主題 創作廣播劇 第一組究竟他們會說什麼呢 哇 這裡好熱鬧啊 媽媽 我們不是去鄧叔叔的婚禮嗎 為什麼不是去酒店呢 鄧叔叔是圍村人 所以就決定在這裡舉行盆菜宴 和一般的婚宴不同的 原來是這樣 哇 好香啊 但是那盆菜在哪裡啊 來 台上用石子包住的就是了 哇 好大盆啊 那究竟為什麼會有盆菜呢 哈哈 你真是一個問題兒童 讓爸爸說個故事給你聽吧 話說南宋末年 只有八歲的宋帝餅 受到元朝軍隊追逼 逃難到香港 和那些大臣走到新界的時候 得到村民的款待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皇上和那幫大臣來到我們這條村 但是我們每家都得這麼少食物 這麼寒酸 有什麼可以招呼皇上啊 如果招呼得不夠周到 皇上會不會殺我們頭的啊 啊 不用的 我們每家都拿出最好的食物 加起來也應該見到人的 就算我們拿到這麼多食物出來 都不夠碗碟災了 況且我們的碗碟這麼小 這樣啊 那不如用洗衣盤吧 這樣都讓你想到 你真的很聰明啊 大家快點拿完洗衣盤出來 沒有洗衣盤啊 洗衣盤行不行啊 拿 拿什麼盤啊 皇上加刀 好餓啊 皇上 美臣已經安排了香文 為你獻上最好的食物 哇 好像有很多食物啊 我要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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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個 嗯 真是想不到 這些窮香辟養都有魚子雞牛 好味啊 啊 原來盤賽的起源是這樣的 村長來了 你快點跟村長叔叔打招呼先吧 村長叔叔 你好 小朋友 你好啊 剛剛聽你們說起盤賽 不如我說多點關於盤賽的事 給你們知道吧 我們的傳統是祭祖食山頭 即是在春秋二祭的時候 我們和其他族人一起去拜祭祖粉 你們都知道啦 上山不可以帶太多碗碟碟碟 所以一盤就會比較方便 而且吃盤賽還可以方便大家 圍在一起 邊吃邊聊天 有些祖粉 中家西都有做頭 方便子孫 即場煮食 咦 時間差不多 先聊到這裡 要開飯了 吃筒啦 村長叔叔 你說的句話好可愛啊 有什麼意思啊 即是可以吃東西啦 這句為頭話 我從小聽到大 族人都覺得很有親切感的 咦 為什麼這個盤賽沒有鮑魚 又沒有花膠和原貝的 今年年初二 爸爸買給媽媽吃那個有的 啊 不好意思啊 村長 小孩子不認識世界 他沒有惡意的 哦 不緊要 不緊要 同義無的嘛 哈哈哈哈 啊 對了 我也想問一下 你們新年吃不吃盤賽的 現在外面新年吃盤賽 是不是又圍村傳出去的 喏 吃盤的確是由我們開始 只不過 我們在新年就不會吃盤的 我們只是在婚家 生日 點燈 蘇蝦滿月 和春秋二祭那時候 善會擺盤賽宴 想起 應該是1996年 我們有個族人在隨夕夜 搞了個很大型的盤賽宴 現在上很多人都跟我們吃盤 還不理什麼大時大節都有人吃 你說是不是很威水 真的好厲害呀 是啊 現在過時過節 外面的酒樓 茶餐廳 快餐店 甚至便利店都會推出盤賽 有些材料還很珍貴 不過 我覺得都是這些傳統的味道最棒 有雞啦 豆腐撲啦 還有很多棒的東西 最棒的當然是肥腾腾的燜豬肉 而最底層的豬皮和蘿蔔就最入味了 嘩 真是聽到都流了口水 吃哪樣才好呢 小朋友 我夾個門鮮缸給你嘗嘗 好正的 不是到處都有的 多謝村長 叔叔 村長呀 我小小過吃過一次盤賽 記得那時候是用木盤裝食物 為什麼現在用不鏽鋼盤呢 那你也知道 你年紀都不小 是啊 以前我們一直都用木盤的 但是其實盤賽的汁 留下木盤很難洗的 之後又要重用 年輕人又嫌遜 現在整整一下 做大木盤的師傅就越來越少了 其實那層不鏽鋼盤都不粗啊 方便清洗又方便翻熱 我還想問呢 咦 一對新人出場了 我們一會兒再談啦 郭明英來學校 盤滿盤滿 數百年的食盤文化 公子楊飾演 皇帝 爸爸 彭耳橋飾演 媽媽 村文革 張徐印飾演 女孩 村民穴 李家翹飾演 村長 大臣 世界徐二門 葉伴師 一百二十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徐二門 葉伴師 聽完今集出現的第一組同學 跟我們講這個盤賽之後 又聽聽他們究竟的感想是怎樣 我好榮幸可以代表學校 參加今次的活動 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難題 最初我們跟老師一起搜集資料 但是內容很多 無從入手 然後又要想想怎樣才可以令到資料變得有趣呢 最終就決定用廣播劇的模式去做 希望可以令到聽眾 輕輕鬆鬆學習非物質文化遺產 另外 廣告很長 又有很多資料 我一直都讀得不流長 還要重錄很多次 但是通過同同學多次討論和練習 不單止令我有很大進步 還令我們更加團結 我好榮幸得到老師的挑選 參加今次的比賽 這個比賽對我非常有意義 是我最後一次以小學生的身份參加比賽 我負責升演的角色是大臣和村長 大臣是很有威嚴的 對皇帝很恭敬 所以預調就要比較強 而村長這個角色年紀就比較大 聖演的時候就要壓低聲線 跟小朋友說話又要遲長一點 村長在今次主題裡面很重要 因為村長要介紹圍村盆賽的文化 但是我本來對盆賽不是很熟悉 老師就安排了一位元朗原居民鄧叔叔 為我講解盆賽的由來 還教我說圍頭話 經過今次的比賽之後 我了解了很多關於圍村人的文化 令我獲益良多 在今次活動裡面 我會演兩個角色 分別是小女兒和村民 最初我就用回自己的聲音去演繹 結果兩者分別不大 老師就和我講解一下人物的特點 這個小女兒大約七歲 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但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 經常都要問爸爸媽媽為什麼這樣 而古代的村民就已經三四十歲 很成熟 對自己的想法很有自信 當我明白這些人物性格和背景之後 就想到做小朋友的時候 要將聲線提供 用可愛的聲音去扮演 而做村民的時候 就要將聲音壓低 用比較肯定的語氣去演繹 希望聽眾都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努力 其實非物質文化遺產 和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就好像我們學校位於元朗區 身邊都有同學住在圍村 所以當我們討論主題的時候 就想從熟悉的社區入手 選了盤菜作為主題了 除了盤菜之外 我們平時在酒樓吃的點心 和載著點心的精龍 還有傳統表演習奏 例如大坑舞火龍 粵劇等等 都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麼有價值的寶物 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和珍惜 還要一直傳承下去 及人更多外國遊客來香港 令他們可以認識到香港獨特的一面 最後我希望政府和學校 可以多些向學生宣揚 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令時下青少年對這些獨特的文化有更多了解 繼續新貨相傳 同學的製作很認真 感受分享的時候 都好像朗重一樣 將自己的主張和大家分享 麻煩同學 還有感受到其中有口術訪談 不得了 這個不得了 我們不只是上網找資料 我們還可以親身去問一些圍村的長者 他們的見聞 他們的親身感受 甚至怎樣煮 怎樣說圍頭話 都說出來 令到劇中的表現相當豐富 由我們去結婚 去一個聚會 去到一路去講解 怎樣吃 吃甚麼 而且我裏面也看到 同學是會有一個現代的對比 傳統的盤菜是這樣的 跟我們日常生活看到的那些 又好像有些不同的 它是有對比 而且有一個木盤 去到不鏽鋼盤 它都發現 我覺得這些的視點 這些的觀察 其實都是相當好的 是呀 整天都會有些時空穿梭 先回到舊時 先講歷史 這個劇都有 就是模擬當時 宋帝丙走爛的時候 究竟來到 整條村沒有東西招呼它 怎麼辦呢 它活靈活現 好像如在其中 知道它 雖然我貴為皇上 但我對於食物都沒有所謂 都好吃呀 雞呀 你們拿了最好的東西出來 我都很滿足 又很活潑 他們這個演繹 同學很活潑 男生也很神器 剛才女生也有說 我要飾演兩個角色 所以我都要有些不同 我有一些卡通的味道 小朋友的聲音 令我們覺得 一聽下去就知道 小朋友帶我們進去這個劇 那個戲劇的效果 和聲演的效果 其實都是處理得不錯的 是呀 還有它那個場景的設定 就是在一個婚宴 是呀 我們去婚宴的時候 平時都是去酒席 去飲宴 去酒樓或者酒店 但是吃盤菜宴 作為一個結婚的喜慶 可能未必真的 那麼多人有機會去參與 是呀 不容易的 而且在過程裏面 你聽到村長在介紹 其實這個我自己都去吃過 參與過這些盛會的時候 他第一會告訴你 其實我們不是什麼都吃盤菜的 我們都有一些特定的時間 或者是慶典我們才吃的 另外就是說 當你去聽他去表達我們吃盤菜 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種自豪感 在那裡 而在劇裡面飾演村長 這一位同學 其實我都感受到他說 這些就是我們很自豪的東西 這個其實我們以往很少留意 但是我覺得同學 都是將這個文化 或者那種特點 帶了出來 其實這個盤菜 並不是我們只當是飲食 那麼簡單 其實是一個族群裡面 很重要的精神象徵 是呀 所以同學的觀察力也很強 透過親身的訪談 真的可能他就是留意 究竟村長或者鄉民 他是怎樣的語氣 他說回這些食盤的傳統的時候 他的態度是怎樣的 於是就吸收吸收 一直在默默地觀察 演繹的時候 就將他化作那個角色的設定 同學的分享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每個人都懂得說 人物的設定是怎樣的 他的背景是怎樣的 多大 他的性格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就相應 用聲音來演繹 已經很成熟的處理了 是的 整體來說 我想這個也有老師的幫助 做了一個相當成功的劇 讚賞他們 好 那繼續努力吧同學 世界隨意門 葉半師 世界隨意門 作詞